一名抢匪呢他居然都穿着假脚拖鞋来飞车行抢 两个月来他已经犯下了三起的抢案 而且每一次犯案他都穿着一样的拖鞋 那么也让警方逮人的时候呢 他也是穿着同一双拖鞋成为了铁针 结实其画面男性抢匪骑乘机车 尾随一名骑单车的妇女 一到路口超车抢夺皮包 男性抢匪接着把车骑进了巷子里头停好 变成另外一台机车扬长而去 依据被害人指控警方调查发现 这名抢匪犯案时都会穿着假脚拖鞋 那么他的习惯上呢 他都是穿着一种假脚的拖鞋 那么我们警方就由他弃制的机车上面 我们找行的一些相关的机阵 比如说DNA指纹等等 我们巡线那查获证明 横行在我们永和还有土城还有中和 那么目前我们已经查获到 他至少涉及五件的抢断案件 警方问抢匪为何每次作案都要穿着同一双鞋 没想到他竟然回答 我很喜欢这双鞋 他特别喜好这双鞋子的原因 就是他特别的舒适 而且他还有具有排汗的功能 所以他作案以后 他的衣物换装以后 他这双鞋子他还没有把它更换掉 所以就让我们从这个特征可以比对出来 犯下多期抢案得手八万多元 钱全花在买毒品买奶粉以及房租 抢匪被逮捕时皮质脱鞋还穿在脚上 成了铁证被警方移送法办 中间新闻检测出流是已谈